那麼我們要來看這個新鮮準備 第一個比較重要其實你要現在真的找資料的話 瀏覽器 現在是手扮你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你看像Google也好 他們現在都有推出自己的什麼 作業系統 也就是你的行動裝置你可以只安裝這兩個就可以用了 那對於所謂的以後這個微軟的依賴相對慢慢會減少 好會減少 那麼第一個呢 因為我們現在暫時裡面沒有安裝這個Google瀏覽器 那火狐的部分呢我有放在 就是我們的檔案裡面 我們先看一下火狐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左手邊有一個相關檔案 火狐的部分呢這裡有一個免安裝板 有看到對不對 你就按一下 檢視這個有下載在裡面有對不對有下載在各位桌面上了 所以您因為這是7GIP壓縮檔 所以您只要在這個檔案上面就是您的 檔案桌面上的那個資料夾打開之後那個檔案上面按右鍵 也解釀說好了好 所以 裡面帶有就是一個資料夾執行就好 那麼如果您是去那個 Google的瀏覽器的話呢 您進來之後在應該 如果您用的是IE 他應該這邊就會有一個讓您下載Google瀏覽器的 好那您就直接把它安裝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好吧 那這個地方呢 你看我們從更多裡面其實也會找到 這樣 點進去 那他就 請你下載 那您就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安裝起來 所以我就先把時間 還給各位 請您先稍微看一下喔 您可以試著先把我們Google瀏覽器把它安裝起來 好嗎 謝謝